美国以一国之力,攻击我国一所大学 情急之下,要对中国玩着狠的 大家好,我是薛英华,欢迎收看《有影话观点》 今天我们来聊聊 美国以一国之力,攻击我国一所大学 面对上门性事问罪的中国,没想不通 怎么就被找到证据了呢 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国西北工业大学曾发布声明 遭到了境外黑客组织的攻击 在当时这一度引起了我国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便立即着手对此次袭击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时隔几个月后,调查终于有了结论 而对于这个结果,不少人都松了一口气 好在我国即使发现了这起黑客攻击事件 避免了潜在的巨大风险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这起网络攻击事件由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作为 美方对我国西北工业大学组织网络攻击的目的 就是想渗透控制我国基础设施核心设备 同时窃取我国用户的隐私数据 以及查询我国境内一些敏感身份的人员 很显然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网络攻击 旨在对我国进行致命打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旦被美国打成了目的 那么我国将因此面临巨大的风险 在分析看来,西北工业大学是目前我国从事 航空、航天、航海、公正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的重点大学 承担着国家多个重点科研项目 基于此,这也让我国一所重点大学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目标 值得一提这个所谓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 属于美国的军事化专业网络组织 立马汇集了美国国内的各类黑客和网络高手 可以说美国这是在用一国之力对我国一所大学进行攻击 在我看来,美国这就是在情急之下要对中国玩着狠的 因为我国西北工业大学重点研究的这些领域 比如航空、航天等领域都是美国重点关注的领域 而美国之所以会重点关注我国的航空和航天领域 是因为在这些领域我国不仅追赶上了美国 甚至还有把美国甩在身后的迹象 为此美国方面不止一次的表示 美国在太空领域已经被中国甩在身后 务必想要办法进行应对 只是没想到美国方面所谓的应对方法 不是想着怎么努力重新获得在太空领域的优势 而是想着以网络攻击的方式 去攻击我国研究该领域的大学 想着渗透我国基础设施核心设备 何物以为美国的用心极其险恶 其使用的招数也是非常的歹毒 对此我们当然不会容忍 也不会就此罢休 于是在我国彻底理清网络攻击世界的来伦去媚 且掌握充分的证据后 我国外交部明确表示 曾已经通过多个渠道 要求美国对这件事情进行解释 并立即停止不法行为 而面对上枚信实问罪的中国 美国方面一直保持沉默 对我国所公布的实锤铁证 选择视而不见 避而不谈 在一些观点认为 美国这是做坏事被抓了个现行 从而想以沉默就糊弄过去 但是在我看来 美国之所以魅不作声 大概率是他怎么也想不通 想不通怎么就是被我国掌握了证据了呢 毕竟根据披露的信息所显示 美国可是为这次实施攻击 进行了大量的周密细致的准备 其准备制繁琐复杂 可谓是万无一失 然而磨狗一吃 道狗一丈 我国不仅抓美国一个人赃巨货 在公布的一些细节当中 甚至连美国人在什么时间 通过什么方式 对我国进行攻击 都查了个一清二楚 可谓是恋路鸣戏 就连美国人看了也都鸭雀无言 只能选择沉默 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